打韓這個部分 我還是要提醒所有的政治人物 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台灣現在政治運作的模式 跟過去恐怕已經有一點不同了 過去的運作模式是由上而下的 就是政治人物自認為我是精英 所以這個國家的未來我來決定 我制定了政策 我就想辦法告訴人民 然後你人民就要信任我 你最好就照單全收 因為你不照單全收也沒辦法 反正我執政 可是在過去這幾年來 這個運作模式已經有了大幅的轉變 不只是在台灣 全世界都是這樣 就政治運作模式 已經變成由下而上了 就是下面的集體意志 會決定他要支持一個 什麼樣的候選人 他們決定支持一個像柯文哲 這樣的柯文哲就出現了 那麼如果選民的光譜集中在一起 支持韓國瑜 韓國瑜就成為韓流了 所以未來這個情況 還會持續的發生 所以政治人物恐怕要認真 思考的一個問題是 如果未來還要用傳統的運作模式 來面對選民的話 這樣的政治人物 很難會獲得支持 那麼同樣我回過頭來講 民進黨現在就是這個狀況 他應該要認真思考一下 人民是怎麼看韓國瑜的 沈大老一開始曾經講過 不管大家怎麼批評韓國瑜 至少人家認為韓國瑜很努力 也許你做了十件事情 可能只有一件事情有成果 可是至少在人民的心目中認為說 至少他做了十件事 那你做了什麼呢 你什麼都沒有做 韓國瑜提出了十個點子 十個想法 可能被打槍了八個 過去可能政治人物會覺得說 這樣很丟臉 我應該要謀定而後動 我至少提出兩個 兩個都做得到 這才是過去我們的運作模式 可是現在民眾可能不是這樣想的 他會覺得說這個政治人物 至少有想過 他有動過大腦 他提了十個 哪怕只有兩個 可是至少他有想 總比你連想都沒想好 我記得在選前 我到高雄去坐計程車 我跟大佬一樣 就是問那個計程車司機 計程車司機又講了一句話 因為我問他 我說你不覺得民進黨一直批評 韓國瑜很多想法是做不到的 那個計程車司機很直白的 就跟我講說 至少他動腦想了 比起人家連想都沒有想好吧 所以我要強調的是說 今天如果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政府官員 持續的用老的這種運作模式 來卡韓國瑜 或者認為說這樣的運作模式 可以卡得到韓國瑜 我覺得他們反而是搬石頭 在砸自己的腳 至於回過頭來講 這個第二部分 就是我們的吳主席 最近真的很喜歡那個萬分之一 因為他什麼都是萬分之一 他要不要選 也是萬分之一的機會 然後會不會徵召韓國瑜 也是萬分之一的機會 反正就沒有什麼十萬分之一 也沒有什麼千分之一 就是萬分之一就對了 我實在不敢多講什麼 因為你知道這時候要選舉 得罪吳主席絕對不是什麼好事 所以我要講 你要迴避這一題嗎 對 我寧願相信 燕秀是不是也要迴避這一題 紅衛也要迴避這一題 沒有 我寧願相信這樣 我寧願相信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時候 維持一個萬分之一的彈性 對國民黨來說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我現在講的是徵召韓國瑜這個點 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 對 因為第一個點我要講的是 維持這萬分之一的機會 可以讓國民黨 現在的這些太陽們 要努力認真 就是你不要以為 韓國瑜一定不會來 那麼因為有韓國瑜這個典範 這個標準在這裡 你如果不希望看到 未來是採取徵召 你就要拿出真本領 讓黨內的人士 讓黨員 讓台灣的民眾看到說 就算不徵召韓國瑜 你也可以贏 這是第一 第二我要講的是 對其他黨外的 有意要競爭的人 尤其像柯文哲 你維持這萬分之一的機會 對柯文哲來說 某種程度也是一個嚇阻 柯文哲可能就要盤算一下說 到底最後會不會來了 他已經說最後一秒才要決定 所以大家就看誰是最後一秒了 我覺得最後的這種操作模式 我認為黨中央在韓國瑜的 這個問題上 維持萬分之一的徵召機會 某種程度這個彈性是有必要的 那麼而且這樣的一個必要 對國民黨來講 或者是對2020這場選舉 能夠改變台灣的命運來說 也是有他一定的意義的 所以你覺得吳敦義這樣很聰明 我覺得吳敦義在這個操作上 我是給予肯定的 因為事實上沒有必要把話說死 這是我們的牌 我們有什麼必要 在這個時候就把牌攤出來 所以吳敦義不說死 韓國瑜也不說死 這件事情就有萬分之一的發生機率 所以我相信韓國瑜 後來為什麼在接受專訪之後 他會又再把話講回來 我不認為是韓國瑜 什麼起心動念 他有任何的慾念 真的不是如此 只是韓國瑜了解 在這個時候 他的彈性對國民黨 對整體的局勢來說 是有幫助的 他當然要維持這個彈性 馬英九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 他上一次針對國民黨黨黨內出選 他說所有的情勢都還在發展當中 我覺得黨中央如何在制度跟慎選之間 去做一個運籌帷幄 做一個最有智慧的做法 這就看黨中央的高度 所以吳主席丟出這些 萬分之一 其實留著很多可能性 沒有錯 當然對於國民黨制度來說 我們當然覺得制度非常重要 但是制度之前 制度前面還有一個徵詢的過程 韓國瑜的支持者其實非常焦慮 也有很多藍的支持者也非常焦慮 看到過去民進黨把整個國家 三年搞成這個樣子 這一次千萬不能讓民進黨 再繼續當選 所以我覺得是 可以讓柯文哲當選嗎 當然也不行 所以國民黨必須要團結 但是如何再去維持國民黨 在制度之前 制度走完之後 還有一個團結的氣勢在 我覺得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覺得中央的運籌圍幄 當然前面還有一個徵詢的過程 如果韓國瑜他自己有意願 我們再來考慮說 怎麼樣去把這個人 台上韓市長坐上轎子 好好來去處理制度的問題 因為剛才他說提名 其實提名要黨代表大會決定之後 黨代表大會每一次 大概都是在8月初左右 甚至到8月中 所有的初選 包括立委區域跟不分區 全部都決定完了之後才會有 所以他這個提名後指的是全代會 全代會中 今年在7月 今年在7月 今年在7月的話 我覺得就要去做思考 那個時間點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徵詢的時間點 我覺得包括徵詢 是不是也要納入所有的考量當中 我覺得也是黨中央必須思考的 但是從今天節目 一開始討論到現在 我發現民進黨接下來 整個面對10個月的選戰 他有三大主軸 第一個就是反韓 卡韓 第二個是反中 恐中 然後互民主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蔡英文的 所有的七大綱領政策 就是說剛才談論到自由貿易區 其實2013年的時候 陳菊也提出來過 甚至賴清德也提出來過 甚至是 雖然陳吉仲在總質詢提到說 我們農委會覺得說 對農業傷害非常大 但是我們從現在此時此刻 我們上一下農委會的網站 企劃處還在討論說 未來有機會 我們加入自貿區的話 未來我們可以提升 我們可以把我們精緻農業 做得更好 我們可以加強我們農業的產銷 變成國際化 所以就是說 包括幾個部會單位 現在都已經為了 維護民進黨的政策 變成心口不一了你知道嗎 明明企劃處還在講說 加入自貿區 加入很多國際組織 會有什麼樣好的條件 包括經濟部也是 就是說國際經濟部一直強調說 加入自貿區的好處 怎麼現在韓國瑜喊 或者是國民黨喊 你就全部都說這不是好的政策 不要忘記自貿區 其實就是在土地資金上 在法規上 有很多不同的調和 至於你要對哪些國家的政策 去做一些限縮跟調整 其實都是可以討論 甚至中央可以有很多的 措施跟決定 包括地方有一些想法 也是中央跟地方必須配合 你怎麼會一下子 就把全盤都打翻說 自貿區是怎麼差 怎麼壞 過去陳局喊的是為什麼可以 過去賴清德喊說 我安平趕快變成自貿區 直通廈門為什麼可以 所以民進黨現在的策略是 不管你國民黨是講什麼 或者韓國瑜講什麼 反正我全部都先把它抹黑了再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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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